现代人的婚姻年龄在法律上有规定 但是古代人非但没有年龄的要求 甚至女孩在13、14岁左右就要嫁出去了 这个年纪的女孩在身体以及心理都还没成熟 为什么就要这么早就出嫁呢? 13、14岁左右以现代来说就是国中生 以这样的年纪来说 身体还没发育成熟 而在思想上还是很稚嫩 嫁到夫家之后有的马上要承担一个家庭的重任 男性的话常常因为战争必须出征导致死亡率提高 适当的补充人口就是一个国家民族能不能复兴 强盛的依据了 以前男尊女卑 女子的主要责任在于传宗接代 至零出嫁之后 顺利的话有机会一直生个四到五个小孩 过去医疗水准差 许多女性在生产时是非常危险的 纵使是顺利产下胎儿 也会因为产后的照顾不好而失去健康 过去女性的平均寿命低 就是生产的难关卡了许多女性的生命 如果女性到了二十多岁还没嫁 那么她到了夫家之后 能生产的岁月就所剩不多了 而社会形态都已经如此 一些贫穷家庭因为生了女儿还要吃粮 如果早早嫁出去 一来可以为家庭省粮食 而超过这年纪没出嫁 也会被社会怀疑是不是有什么原因而不出嫁